哈啰 大家好! 瑞丸です! 等了这么久的龙猪英雄消息 终于稍稍有出来多一点点啦 大致上的话就是确定了有什么角色啦 至于官方还有没有在场 我就不太确定啦 不过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次确定的角色嘛 首先就是之前在Vjam上 跟升方充上已经有介绍到的 就是盘奖Zeno的那个Rober 一张是可以多看觉醒 跟一张不能多看觉醒的 那个Rober只有能到SSR吧的啦 是只有Zack觉醒吧的 那么这一次今天早上啦 出了一段宣传影片 就是有介绍到剩余的角色啦 那么首先就是我之前一直在猜想的 那个红神大特啦 这一次也就证实了 确实是其中一个 它是属于限定级别的啦 然后接着就是 那个Promote Video阶段的时候 红神大特跟它对敌的角色啦 就是那个暗黑王 Mechi Kabula 不过这一张卡 我一直把它误认成那个 那个叫什么名字啦 那个Domicula 我一直把它认成Domicula 不过这一次看到正式的名字 还想到了 Mechi Kabula 暗黑王 不过龙族英雄我真的是 是没在看它的故事啦 真真真真真真去了解的那种 所以一针认错人 OK 首先就是这个暗黑王啦 Mechi Kabula 跟红神大特 这两张应该都是会 独看觉醒吧 然后接着就还有一张是 十支界王神 洗脑阶段的 受到那个Mechi Kabula的 那个洗脑是吗 不是很清楚 它的介绍好像大概是这样子啦 嗯 然后这一张 暗黑王Mechi Kabula 好像是讲说 被那个 暗黑龙族给附在身上之类的吧 不过这个 有在看这个龙族英雄故事的人 就可能比较了解啦 我个人是不太清楚啦 然后这边就已经有五张卡了嘛 Jotter新卡来说 然后再加上 上一次身放送所介绍的 五张旧卡都看 然后这五张旧卡都看 也是会被放进注目角 那么这个卡池 十张注目角 色已经是完整啦 那么至于有没有可能多出那一张 第十一张的那个注目角色 这个东西就很不确定了 老实说以现阶段 我们看到的这个卡池内容啦 这一次的龙族英雄卡池 完全没有去年的那种吸引力啊 毕竟超市整个系列的超市角色 真的是帅到包 嗯 那个是绝对是吸引力满点的 至于今年的话 就只有 现在目前它只放了五张 五张新卡出来了 去年是有六张嘛 四张超市 然后一张另外两张就是 魔神Dabula 跟那个魔神的Towa 总共六张新卡 跟四张还是五张的都看觉性 我记得去年的卡池的卡其实蛮多的 好像是有到十一张 所以我怀疑今年官方还在长卡 因为老实说 以龙族英雄这个卡池啦 他现在所放出来的角色啦 是很难吸引他我们去抽抽的啦 大部分的人来说 只要没有那个超市狗旗大 或者就是蓝神狗旗大的话 可能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会觉得 嗯 我就省下这一笔龙丝不来抽了 很多都是冲着狗旗大而去的啦 我相信 就我个人而言 这一个卡池内 也就只有 那个 潘将 Xeno Roberl 跟十字界王神对我心理会比较有罢了 至于红神Dabula 跟那个Megicabula 可能他们的能力会很强 但是我对这两个角色的 那个 那个 喜好就还好 诶 真的是还好 因为红神Dabula我之前一直讲了 感觉 有一点 就是 少掉Dabula的那种帅气感啊 就没有这么帅的感觉啦 就是这个样子啦 诶 这一次 只有这些角色真的是有点可惜啦 那一张 狗旗大的话 我一直在猜想 就是海外大佬那边介绍过的就是 超世界王拳 超世界王拳狗旗大这样子 好像还有加一个限界突破吗 好像是没有 我有点 我也忘了 那个我真的是不了解 龙主英雄里面的那个 战力设定 跟 他们的形态设定 真的是有点乱水 只是卡面 他的卡面看起来非常的帅啦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那个行动感 是蛮期待这支超世界王拳的啦 诶 就 看看他到底会不会放出来 官方还有没有在场啦 因为卡机的话 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会出来了 然后能力的话 可能等一下晚一些些就 就会有了 不确定 我就 我是很希望官方是还有在场一张啦 不然这个卡池的吸引力真的是 真的是掉到爆啊 哈哈 真的是掉到爆 嗯 可能 比较ok一些的就是 极限在觉醒 跟多看觉醒了吧 他们的角色 因为多看觉醒的角色 我们看得到有一些是 冲上去超山的 确实是还蛮不错 蛮有强度的 是怎么个样子啦 到时候就等着官方再进一步的消息吧 这就是以上啦 五张新卡跟五张旧卡都看觉醒 然后组成了一个十个角色的卡池 至于会不会有那第十一张 就一起期待看看吧 官方 希望你还有在场那一首啊 哈哈 要不然就以现在打出来的排面 真的是吸引力不足 ok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帮忙点个订阅 谢谢 下次见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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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